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如路易如电,应作如世观。 请先开金本,第五面,第五面,第三号。 从第七节看起,经云立一切诸相,责明祝福。 又云以无我人众受,修一切善法,则得莫六菩提。 剥留菩提德,识相般若也,利一切相,修一切善,观照般若也,应观照而证识相。 我们选这一段,作为民宗的总结。 师尊在本经里面告诉我们,利一切相,就叫做祝福。 这个地方讲的祝福是将从初祝菩萨,一直到就近佛谷。 总共四十二个位次祝福是指这些。 而不是像一般的意思,指许许多多的佛,不是这个意思。 他是讲这个分正位。 那么由此可知,分正位的菩萨,确确实实是佛。 分正佛的,那不是假的。 我们在大臣经典里面见到,像楠言经上,《普门评》里面所说的。 应以佛身而得度者,即信佛身而为说法。 什么人能信佛身呢? 原叫初祝菩萨,别叫初祝菩萨,从这个以上,都能够随心应量。 另一经上讲的,随众身心应所质量。 都有能力,实心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佛的身份出现在世间,教化众生。 所以称之为祝福。 那么要想证得这个地位, 这个地位在《华言经》上就是所讲的, 四十一位法身大四。 从识诸、识行、识回向、识地等觉。 这个四十一个位词,称之为法身大四。 金刚经家的祝福。 那么要想证得法身, 大家都知道,必须要破一片无名。 如何能破一片无名呢? 师尊在这里教给我们,离一切诸相。 你才有能力或无名,正法身。 如果你着相就不行了。 着相修行,修得再好,也不能见心。 修得很好,能出三界,不能见心。 如果修得不好,三界都出不了。 这个要知道啊。 粗相不能执着啊。 粗相是像,世处世界都有很粗显的形象。 像这个经上讲的,五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这四相呢,就涵盖了。 世处世界一切诸相。 统统都包括了,我们今天讲的动物、植物、矿物。 乃至于大自然种种现象。 乃至于大自然种种现象。 总离不开啊。这个四相。 微细的四相很难离啊。 难在哪里呢? 难在自己还没有发现。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不容易。 但是离呢,一定要从粗血的地方离。 比如最粗的,明文立阳。 这个是很粗的。 明文立阳要不能写七,决定不能出三界。 这个大家必须要想得。 明文立阳不能够离掉啊。 我们念佛就不能往生。 可见得,这些对于修行人是大害大障碍。 五欲六臣。 五欲十,才四明十顺。 六臣就是六根借出的对象。 四身相未粗发。 这个都讲得很粗啊。 经上叫我们不住,叫我们离,都是不执着的意思。 要从内心里面对一切法不执着。 决定不能把它放在心上。 这就对了。 这样才能够断烦恼。 粗的烦恼,见思烦恼,贪嗔痴慢疑。 我见得粗的烦恼。 西的烦恼就是无名。 才有能力破一片无名。 那么我们晓得破一片无名是要很深地定功。 假如这一切相还执着,还不能放下。 诸位想想,那个定怎么能成就。 必须一切都不执着了,这个才能得定。 定功身了,才能破不明。 真发身,那就是入祝福的行业了。 又说,以无我人众受。 这就是利四相。 经常讲得很好啊,把菩萨的标准说出来了。 若菩萨有母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皆非菩萨。 你看,这个经常说得这么清楚啊。 这你所说的非菩萨就不是菩萨了。 可是这个地方的菩萨标准是相当高。 是大臣菩萨。 是明心见心的菩萨。 也就是法身大肆。 那个叫真菩萨了。 这一点不假了。 那么在佛教里面,有称全教、实教。 这是真实。 这是真实的菩萨。 通常,像我们受到菩萨戒了。 也认真努力啊。 再修六波罗密了。 修施大愿望。 再很用心地去做了。 那么这也叫菩萨。 所以菩萨有明治菩萨。 有观形菩萨。 有相似菩萨。 这三个未慈的菩萨, 都不在金刚经上。 金刚经的标准, 最低限度啊, 是要分正的菩萨。 那四相都离了。 因为前面这三个未慈, 四相没离。 天台家讲六戒佛, 菩萨也是六戒。 我们都要把它辨别清楚。 四相在这个经里面, 世尊屡次地重复。 他这个用意, 我们不难想象得到。 即使《金刚经》呢, 你念一遍, 问你《金刚经》上讲的什么? 这个无我相、无人相、 无众生相、无受者相。 他会记得。 为什么呢? 他经常念了很多遍。 这就是叫你牢牢地记住。 一定要离, 不离不行。 不离不能见心。 不离我们所需求的, 无上菩提没有份。 底下讲这个, 摩勒菩提, 摩勒多罗三分三菩提, 就是无上菩提。 无上菩提是臣佛之法。 得无上菩提就叫臣佛。 所以世尊在此地教导我们, 要立以相。 立一切住相。 我相、人相、众生相、受者相。 要认真地去修善。 要认真地去修善。 什么是善? 真实、利益、一切众生。 那个叫善。 这个讲法实在说还是很笼统。 什么叫真实利益? 真实利益的标准在哪里? 对于我们促学的人来说, 还是显得模糊、不清楚。 必须讲得更清楚一点, 更明白一点, 帮助一切众生开悟。 这是什么? 如果在一切善法当中, 而不能帮助众生觉悟地, 那都不是真理善。 佛法里面讲的菩萨帮助众生度众生, 这是第一个条件。 要帮助众生觉悟。 帮助众生觉悟。 那我们就能够体会得到了弘法立身。 世尊当年在世, 一生就做了一个榜样给我们看。 到处讲经说法了。 把宇宙人生的真相给大家讲解明白, 确认理向修认。 佛一生做这个工作。 不但在言语上教导我们, 一生作证。 这叫行菩萨道。 往后我们读到经文, 就能够看出世尊一生隐形的细密之处。 点点滴滴都是给后学人做一个好样子。 让我们向他学习。 所以佛教化众生不仅是严教, 有深教,有益教,有益教。 身口一三叶都是究竟圆满的教导。 所以我们也要想学着佛, 念念帮助一切众生觉悟。 这是正法。 决定不要让众生疑惑, 误会走向迷信了, 那就错了。 这样你就能够得佛六菩提。 佛六菩提是佛六多罗三秒三菩提。 凡尘中国意思是无上正等正究。 这也是经上所讲一切善法的绝对标准。 帮助众生求, 那个觉要正觉, 不是邪觉, 是正觉。 什么是正觉呢? 我们决定是去向明心尽心的这个方向。 这个道理, 这个觉就是正确。 因为世间法里头也有求。 我们看到世间这些科学家, 这些科学家, 对于宇宙人生, 他也有相当的觉悟。 但是他那个觉悟不能迫不明, 不能见本性。 前面也留意提过。 那么这种觉呢, 不能算正确。 环游世间一些宗教家, 他们对于宇宙人生, 也有相当程度的觉悟。 但是不能出三界。 宗教家, 我们晓得印度的宗教, 比一般宗教要高。 他们宗教修正了, 可以能够生到飞翔飞翔天。 一旧出不了三界。 这个觉呢, 不能算是真觉。 真觉唯独佛法当中有。 换一句话说, 一定要立思想。 得到真觉, 在佛门里面称他做欧罗汉辟之佛。 再向上提升呢, 叫真等真求。 。 佛法确实, 正自招牌。 正觉,正等正觉。 没有离开那个正。 正而不信。 正等等等于佛每臣佛。 等也是平等的业。 平等者 这是菩萨所证的 法身大死 换句话说 见了性了 性是平等的 所以见性的菩萨 我们称他做正等正求 从原教初诸到等就菩萨 都称之为正等正求 因为他见性 见性之后 与一切众生接触 他用真心不用妄想 没有见性的人 用妄想 他不会用真心 妄想是什么呢 意识心 生灭心 一个念头起 一个念头灭 用的是这个心 妄想心 生灭心 用这个 见了性之后 破一平无名 正一分发生 他用的心 跟如来果地上的心 没有两样 真心 真心是永远不会变的 真心是清净的 真心是平等的 真心绝对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所以叫做平等心 真的达到了清净平等 他用这个心 这叫正等正确 这个正等正确达到究竟圆满 那就在加个无上 这叫正确达到究竟圆满 如来 古地上所正的 我们一般也称为圆确 圆满的正确 这圆满的正确 通常我们对他 用一个很尊敬的称号 叫大确 圆满的正确 这个是对如来 古地上所成的 那么你就得了 得的是这个 是不是真的得到呢 跟主人说 如果你真的有得 谁得 我得 我像阿美利亚 你还有我像 我得了 你没有得 你还有我像人像 那四像具足 那你没得 这个得是不得已的说 佛为了说法 方便起见 假设有这么个得 其实呢 其实没有得 你要说得就错了 为什么说无得呢 得而无得 这话怎么讲呢 因为究竟圆满的大觉 是你自信里头本来去做的 你得个什么 得要是说得来了 我本来没有 我得到了 那才叫得 本有嘛 本来有的 那你叫得呢 佛为我们说一切法了 都是我们自信当中 本来去做的 我们现在说 迷了自信 智慧的能不能先前 佛教给我们 把一切妄想 残念 统统写掉 统统放下 心呢 马上就恢复清净了 清净心里面 智慧的能又先前了 好像得到了 其实本有的 所以大臣经上常讲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 那才真的得到 是得无所得 五六多罗三百三菩提 在本经里面讲呢 就是十相般若 所以佛 这个一桩四千 他说了 许许多多的名词 这个前面 也跟主要报告过了 用意 就是教我们 不要止住 佛教的名词说语 都不可以止住 执住就错了 那么在般若里面讲呢 这就是十相般若 十相般若 就是真如本性 就是自信清净心 那么离一切相 修一切善 这个是从四上讲的 摄像若是从体上讲的 四上呢 也可以说 从作用上讲的 有体当然有用 用 自受用啊 就是自己的日常生活 他受用啊 帮助一切众生 觉悟 这个叫他受用 无论是自受用 无论是他受用啊 都叫做观照不如 若不能够理一向修善 纵然是修观照里面没有般若 主要记住 剥弱就是理一切相 你懂得理一切相 那你就有智慧了 为什么呢 能理一切相 修一切善 让他的心永远清净 他的心不会被外境所污染 这是智慧啊 世间有不少人 修一切善 他不知道理想 修的善很多 心不清净 心里面还有妄想 还有分别 还有执着 心不清净 没有般若 纵然是有观照而没有般若 像这些地方 我们不能不清净 不清净 在修行用功的时候 往往就把佛的教训 撮毁 误会 到自己修行没有成就 没有结果 反而埋怨 佛菩萨跟我们讲的话不灵 我们上当了 被佛菩萨骗了 其实佛菩萨讲得很清楚 你自己没搞清楚啊 你误会了啊 还在怨天有人 罪以上加罪 那个过失就太大了 所以就观照跟薄弱的意思 要清清楚楚明明白的 薄弱是父母 一切法从薄弱身 我们不能离开 最前面曾经跟大家报告 我们学佛 尤其是蛇金刚薄弱 目的活在呢 就是希望我们能够生活在圆满智慧之中 这就是金刚薄弱 我们真的得到收用了 真的得到好处了 在这个生活当中 点点滴滴都是立项修善 穿衣吃饭都不例外 穿衣有穿衣的样子 吃饭有吃饭的样子 规规矩矩矩 如理如法 这就是善法 这就是智慧 你肯做 肯坚持 高度的智慧 无论有人看见 或者没有人看见 绝不改变样子 这叫做观照 观照就是在日常生活当中 除世待人 觉悟 应观照 功夫得力 这才能够珍入设想 这是修行里面的总纲灵 总原则 底下这些大段的变用 我们依照这个方法修行 变用是什么 我们能得什么好处呢 我依照这个方法修 要得不到好处 我修他干什么呢 用是作用 公用 民宗是明应为之修 变用是变古地之正 要用现代话来说 变用就是叫受用 你依照这个方法修 你得什么样的受用 你得什么样的好处 这一段要跟我们说明 我们得什么样的好处 而行体 是行因果之目的 体是根本 修因正果 修 依照体修 正 还是正这个体性 总没有离开体性了 佛与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决心 但以妄想 执着所障 不能证得 这个话 是世尊在《华言经》出信评里面 所说的 我们仔细去看这一句话 佛的意思 显然为我们大家说明 一切众生本来是佛 借由如来智慧德相 如来的智慧愈满 如来的都能也是圆满 如来的提相也是圆满 我们常讲约32相80种好 我们象人ки 本来是这样 现在长的个丑丑的 是是是 32相一个好相也没有了 什么原因呢 这个是世界看相的人会讲 我们也能常听到过 相随心转 心丑相就丑陋 心善相就很善 心美相就很美 就这么个道理 相随心转 所以你要修好心 要修善心 你的相貌既善良又端庄 所以佛菩萨的相貌 为什么那么圆满呢 心善 心好 就是这个道理 本来我们过过都是像佛菩萨那样的 像好光明啊 为什么今天变得这个样子 但以妄想之处所障 当时障碍 把我们本具如来智慧缺心障碍住 所以变成这个样子 每一个人的相貌不相同 六道众生相貌不相同 就是因为他的仗有浅身不一样 仗得深的 那个相貌就比较上难看了 仗得浅的呢 就比较上要显得好相 比如说我们人的相貌不如天人 天人的相貌用我们圆满 但是出生的相貌呢 决定不能个人比 墨鬼像的那个相貌的时候 比出生还要差 如果诸位仔细去留意 观察一下 现代人一般的相貌比不上古人 古时候人你看那个相貌圆满 你看看唐人 宋人那个画像 那个画像是写真的 是照真人画的 比我们现在的人相貌圆满太多了 什么原因呢 他们那个时候人一心比我们善良 比我们淳朴 我们现在这个头脑里头 平常所想的 都是一些奇奇怪怪的 这个东西从哪里来的呢 被诱惑的 那个电视里头啊 奇奇怪怪的 妖魔鬼怪啊 这两年呢 很流行啊 这个衬衫上映画 我在美国看他们这个印的 前后印的 妖魔鬼怪啊 哎呀 看到这寒毛之树啊 毛骨悚然啊 不是好现象 不少 你看看 那个什么小朋友打了个电动玩具啊 你看里面画的那个人像 那是妖怪的现象 那个不是人像啊 从小让小孩接触的这些 将来他们那一代的相貌啊 不如我们这一代 我们不能不知道啊 要加以防范 要加以避免 所以我回到台湾 他们有些做印花的 印的这个衬衫 我们就提倡印 梅桃弟子 今天讲金刚经 后面就印 一切以为乏 如梦幻泡影 我们宣扬政法嘛 我们宣扬政法嘛 穿衣服也是叫人觉悟啊 我们很想啊 来提倡 希望呢 大量的来做 大概价钱也不贵 我带来的几件是他们送给我的 我们讲什么经 讲什么法门 就印哪些这个经的好的句子 我们也来开社会的风气 也来引导他们嘛 那么小的障碍在哪里 妄想就是分别 也就是二障里面的俗智障 执着呢 就是烦恼障 烦恼障从哪里来的 从执着来的 因此不能振抖 不能像诸佛如来 古地上一样 我想分别行事 执着目法而知识 坚固地执着 一位神 一位能够思维想象的 这个是我 像西洋哲学家所谓的 我思固我在 什么叫做我 能够思维想象的 那个不是我是谁啊 不知啊 都是坚固地执着在思想之中 虽然本来是佛 因此不能振抖 那么这是佛在大经上说的 其心论愿 以不打一发借务 不觉念其而有无名 其心论 是马明菩萨的著作 叫大臣其心论 那么由此可知 这是大臣入门的教材 大臣就有相当高的深度 它不是小臣入门 它是大臣入门 因此跟金刚经所讲的 这个境界是相同的 精刚精神要破思想 标准是要破思想 其心论上教给我们的 也是这样的境界 马明菩萨教给我们 读经文法 要立言说相 立名字相 立心源相 岂不是跟金刚经上所讲的 立一切住相 修一切善法 不是一个意思 所以它是同样的境界 在此地 我们采取它一句论文 一不打一发借务 倒是同打 这是讲的 一切众生 不能够通达 十相 是一发借 词里讲的一发借 就是本经讲的十相薄弱 十相薄弱就是一发借 一发借就是十相薄弱 华言经上称一针发借 发借的确是一针 发生大肆所见的 所证得的就是发借一针 而不是是发借 你的时候又是发借 无聊时候是一针发借 那么由此可知 是发借是假的 不是真的 是迷了以后 产生的幻觉 假象 实际上真相 真相是一针发借 十一发借 因为不明了 不通达了 发借是一针了 不觉念起而有无名 无名从哪里来的 无名从这来的 马明菩萨所说的 世尊在那一年会议上 对佛诺纳尊者所说的 与马明菩萨的这个讲法 很相似 世尊说 知尽励志是无名本 无名的根本是知尽励志 知尽就是舍相般若 法华经上讲的 佛知佛见 你从佛知佛见里面 再建立一个知 就错了 所以是头上安头啊 那是无名 跟这个地方的意思很接近 不达就是不救 无名皆妄想知主 无名是妄想知主的根源 如果你要问 妄想知主从哪里来的 从无名来的 那么由此可知 妄想知主断掉了 无名就没有了 自信就开线了 此今大用啊 能开众生究竟圆满之智慧 这个说的很明白了 金刚薄罗米尽的用处 就是能够开逛 众生究竟圆满的智慧 不是小智慧 是自信里头本具的智慧 此之为一切众生 信体所本具 本来有的 本来有的因为迷了 他不能先前的 世尊说金刚薄弱 能帮助我们破离开悟 即使众生 借由这如来智慧决心 我们要恢复 要振得不能不重视金刚薄弱 不能不认真地探讨金刚薄弱 一切明了之后 你的生活行持 自自然然与金刚薄弱里面所讲的教训就相应了 心居自开 这是自信里头本来具有的智慧 开显了 不觉在觉 无明在明 我们现在不觉 不觉在觉悟了 本来是无明现在明了 便是通达业真法界 便是从根本上破障断阔 所以佛在经上说得很清楚 本经教学的对象 是发大臣心者 是发无上臣心者 这是金刚经教学的对象 如果你真的是发这样的心了 这个金刚经对你就非常有用处 满足你的大愿 帮助你 引导你 正如大臣 这个大臣是发身菩萨的地位 那么这个金真地 有这个能力吗 真的 一点都不加 只要你把精意明白了 搞清楚了 一教奉行 你就不难得到啊 所以经上跟我们讲的道理 讲的方法 都是从根本上破障断阔 而不是一般大小成精点 那个叫你断烦恼 枝枝叶叶 枝枝叶叶麻烦了 它从根本 像我们砍树一样 我叫你砍一棵树 你先把树上树叶一片一片拿掉 然后再把它小枝剪掉 你看这个都啰嗦了 那个会砍的 从根举下来不就完了 什么都解决了 金刚精的办法是从根本上解决 不从之一 当之发大慈悲心 便是开辞之 一教发心 分别心 一容我尽千笑 故令发无上菩提心 灭度所有众生若无与裂盘 而失误众生的灭度 全今不外发挥此意 并望其为菩提心 直令向意念不深处切入 这刚才讲了 从根本上破障断后 而佛的这个方法非常善巧 巧妙极了 这个方法确确实实 我们能做得到 这方法虽然巧 我们做不到 那也等于灵啊 那佛也等于白说了 我们可以做得到 从哪里做起呢 从发大慈悲心 从这儿做起 从这儿做起 佛门里头常说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佛教给我们发大慈悲心 慈悲上加一个大 这个大什么意思呢 清净平等的慈悲 就叫做大慈悲 如果是有条件的慈悲 那就不能叫大慈悲了 有条件就不清净不平等了 这个人我喜欢他 对他慈悲 我讨厌他 就对他不慈悲了 这个不是大慈悲 所以佛法里面讲这个慈悲 有四种慈悲心 第一种 一般众生有的 叫爱缘慈悲 就是刚才讲的 我喜欢他对他慈悲 不喜欢他就没有慈悲了 这叫爱缘慈悲 完全是感情的 那么比这个高一级的 叫众生缘慈悲 我喜欢他的我的家人 我把这个爱心扩大 所以叫博爱 我也能爱护一切众生 对一切众生都慈悲 这叫众生缘慈悲 比爱缘大多 范围大多了 菩萨的慈悲 叫发缘慈悲 是根据 佛所讲的道理 他明白了 他能够平等观察 一切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发缘慈悲 听了佛法 开悟了 佛教给我们这么做 我就这样做 是对的了 一教奉行 叫发缘慈悲 如来古地上 叫大慈大悲 无缘的慈悲 没条件的 你看菩萨 发缘还是有条件的 因为闻到法了 我要尊照老师 教界 一教风行 那还是有条件的 必须要做到五条件 没有条件 心 清净 平等 没有分别 没有支柱 师尊在此 教我们发这个心 这才叫从根本修 为什么呢 大慈悲 无条件 就跟清净心相应 就跟真乎本性相应 一下就从这下说 这个方法真是高明到基础 不若智慧 从这就生了 从大慈悲心里面 生不若智慧 一教发心 师尊在本经教个教导我们 怎样发心 你就好好的学 你果然明白 果然学会了 分别心没有了 佛教我们立一切诸相 抹记也没有了 四相 不离自然就没有了 按时要离相 那个好难 那个好不容易 不离没有了 这个方法妙了 经上教给我们这些方法 都是教你发心 像佛一样 佛发什么心呢 经上一开端 佛就说了 他发的是 灭度所有众生入屋于涅槃 他发这个心 灭 灭妄想 灭烦恼 灭执着 灭这个 一切众生呢 都有妄想 都有烦恼 都有分别 都有执着 佛帮助一切众生 把这些妄想 分别执着 统统把它灭掉 这是破障断灭 这是破障断火 而帮助一切众生 正如无语涅槃 无语涅槃 涅槃是不生不灭 无语是究竟圆满 因为二臣人有涅槃 但是有余 乌罗汉披至佛震涅槃了 他沉沙无名为断 这不是究竟不是圆满 前面讲的祝福 分阵祝福 从初诸到等究 等究菩萨环有一瓶身相无名为断 还不是究竟圆满 那一瓶身相无名断了 那就究竟圆满了 无语了 你想想看 佛要帮助众生 要帮助众生到什么地步 要帮助他这正究竟圆满的佛果 帮助他真的等究菩萨了 那还不够 我的责任义务还没见到 一定要帮助众生成佛 像地藏菩萨所说的 众生不成佛 我就不成佛 这样的大愿心 这才叫做大慈悲心 这才叫做 修一切善法 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 告诉我们 一切善法是这个 值得这个 不是别的善法 修一切善 但要立一切善 底下意 而十无众生得谬度 决定不执着 度众生的相 我能度 众生为我所度 我说种种佛法度 统统不执着 三轮提空 所以底下这一句 是立一切善 上面这一句 是修一切善 这叫做大慈悲心 全经所说 金刚经 全经所说 不外乎 这一句 到最后 并忘记为菩提心 这是金刚经到下半部了 菩提心这既非菩提心 菩提心也不能执着 执着一个菩提心 那就不善了 那就没有理 理得不干净了 所以说 法上硬是后款非法 法要不要呢 法当然要 我们是凡夫 不要佛法怎么行 一定要依靠佛法 我们才能得度 要这个佛法了 但是不能执着佛法 就在要的时候 就不执着 这个高明 这才叫金刚薄弱 如果说 现在要的时候 我执着 到我过了活了 得度之后了 我再不要 再不执着了 那不是金刚薄弱 那是一般的大小乘佛法 过了活 全不要 金刚薄弱不是 就在船上 就知道 船我要利用它 得度 船 我就不执着 不是说 我过了活 才不执着 当下就不执着 这叫从根本上 破障断火 当下就不执着 主要晓得 当下就是清净性 当下就是平等性 这比一般见修的菩萨 高明太多了 直接了当 向一念不生出切 一念不生 就是无语裂派 可见得了 这个经典功用的确是不可思议 一切众生 一切众生以不觉是法界同意体现 前面说过 实际上就是一真法界 因为不觉把一真法界变成了是法界 真相 看不到了 看到是妄想 实法界是妄虚妄的 妄已真起 妄没力真的 当你分别执着的时候 又是法界 离开一切分别执着 实法界原来是一真法界 妄想分别其人过界 因为不晓得 法界是一体 在这个里面 其妄想 其分别 其执着 不得 随身三度 三度 贪嗔痴啊 三度 烦恼啊 这是我们在讲习当中 常常提起 一定要重视 我们这个身健康 不健康啊 为什么不健康呢 里面都是毒啊 我们的心坏了 心里头有毒啊 有贪嗔痴 三度啊 这世出世间 一切的毒都没有这个毒中啊 心坏掉了 心坏掉了 身还能痒吗 所以诸位看到现在这个社会 奇奇怪怪的病很多很多啊 那些疾病的根源从哪里来的呢 科学家 医学家在研究这个细菌 这个细菌 那个细菌 都不对啊 贪嗔痴 三度来的啊 这是真的啊 所以一定要认识清楚 要晓得这个病的严重性 佛法 常常比喻 佛菩萨是大遗忘啊 佛所说的一切法呢 就是法药啊 专治 三度重病的 尤其是金刚薄辱 特别有效 如果能把三度拔除了 我们就恢复到健康 健康的人叫佛 叫菩萨 不健康的人叫反复啊 所以佛法带给我们说 带给我们是健康 健康才长寿啊 长寿是无量寿啊 因为有三度 所以你才造业 造一切物业 造罪受苦 轮回六道 只要是在六道里面 必然是愈迷愈苦 愈苦愈迷 我们从无量级辗转到今天 冷静仔细去想一想 不难体会 我们在座每一位同修 都有非常深厚的善根 佛在金刚就上讲的 在无量寿经上讲的 为什么有这样深厚的善根 到今天还落得如此地步呢 虽然生生世世 修一切善没有立项 这毛病在此地呀 没有立项 没有立项啊 贪成吃除不掉啊 我修一切善 为什么修一切善呢 为贪 这目的搞错了 佛教你修一切善 是断贪的 结果你给弄错了 听说佛门呢 是以得万报啊 今天在那十一块钱呢 明天就会得一万块钱回去 一本万利 把学佛当作生意来看待了 当作投资的性质来看待了 你看这不是大错特错吗 所以我们的三度不但没减少啊 生生世世在增长 这怎么得了 所以才搞到今天这个状况 毕竟是善根深厚 所以在这个末法时期 乱世之中呢 我们还能遇到正法 还能遇到纯正之法 这个不能不说是善根复的因缘的深厚 若没有这个无量界的善根复的因缘 遇不到 遇到就是有机会 有机会 断散度 有机会 有机会 成佛 只要我们 能够把这个机会 抓住 决定不放松 直到过去身中 学佛 错了 这一生 我们决定不再做错事了 要把进这个佛在经上 这些理论 搞清楚 方法 搞清楚 如理如法的 修修 我们才能得到正法 子弟说的 这是一般的大众的状况 换一句话说 善根复的博的人 不能说他们有 有 并我们博 遇不到正法 纵有善根 与善游 确定发心 归一三宝 这个清醒 很多 以俗世 障缘 第七 还生 还生 连还 予修 不得 修意 难成 我们常常 劝同修 劝朋友 劝他 以后他相信了 过几天 他又不信了 要他来听经 听了两天 没有兴趣 过两天 又四星 不来了 这就是障缘 他有业障 他有物缘 能读 能读 能闻 无上甚深之乏 大善根 大福德 大音乐 有业障 就不行了 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所以这个在我们周边 我们都看得到 都非常明显 所以他想修 有障碍 所以他修 也难成就 故忏悔业障 极为重要 师尊 在本经里面 教给我们 忏悔的方法 金云 端坐 念摄像 事命 真忏悔 重罪 若霜露 惠日 能消除 这首机 是师尊在 《法华经》上 讲的 如何能够 忏悔重罪 佛教给我们 端坐 念摄像 这个端坐 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你一听到完 他跑去打坐了 那里完全是 一文结义了 慈地讲的 端坐念摄像 实实在在说 就是 庙族大师 在《谭经》上 所讲的 作禅 也就是本经 最后开始的 这个修学 两句的总纲领 不取余像 如如不动 这两句话 就是端坐念摄像 这个端 给主说 端正其心 不是生 身端坐的 没用处 心要端坐 心要端正 心里面没有妄想 就端正 做是什么意思 做是不动 我们人在思维仪当中 就是四种姿态 行住坐 走路 走路 是动着 站在那个地方 虽然不动 不稳着 躺在那个地方 虽然不动 不庄严 躺着还会滚着翻身 我应该是 坐在这个地方 这个像是个不动的像 所以就去坐 不是叫你真坐 身坐有什么用呢 心里头不动 也就是我们六根接触外面境界 眼尽色而闻身 六根接触境界 心里头如如不动 这叫做 所以坐是这个意思 端坐是这个讲法 这就是摄像 摄像是真心 真心里面没有妄念 有念就不是摄像 千万不要误会 端坐念摄像 是老老实实在那儿 坐着念金刚经 以为这个叫端坐念摄像 这个错了 那是一文结义 三世佛愿 三世佛都喊冤枉 你把佛的意思解错了 这一句话 真正的意思 在一切实 一切处 顺利 顺利 境界当中 都能够不起心 不动念 如如不动 这才叫端坐念摄像 使命真忏悔 常常保持着亲近心 亲近心是真心 也就是保持第一年 第一年是真心 第一年就是实现 第二年就变了 住佛佛菩萨 就是能够永恒保持 低利 我们凡夫保持不住 第二年里面 就有分别执着妄想 那就不是实现 利一切分别执着妄想 那是实现 这叫真忏悔 中罪热热上路 霜跟露水 我们都晓得 存在的时间很短暂 太阳一出来就没有了 我们无量间来造作极重之罪 只要般若智慧现前了 这些罪业都没有了 这是指佛说的是正话 为什么这些罪业都没有呢 金刚经常讲得很清楚 凡所有相皆是希望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淫 无量皆所造的罪业也是梦幻泡淫 折了就没有了 但是不折 在三图六道里头决定有果报 没有办法避免 这是诸位必须要知道 换句话说 你只要有你 有我 有人 只要有四相 善我果报 你就得要收 四相没有了 这个就没有了 那个苦报 我没有了 谁说 没得收的了 只要有我 你就够收的了 有得收的了 所以你就想想这个 我向我见了 不能不舍 不能不离 不离 不离就是三阶六道 那是有的收 收不完啊 深深逝逝 无量阶 都得要收 要想 立我向我记 谈何容易 金刚经上说的道理不错 方法不错 可是你试试看 照这个方法去修吧 恐怕一万个人当中 没有一个能修得成功 为什么原因呢 五十节来 四相的习气染着 根深哆咕 没有能力把处 七心东面 不必去想啊 不必去考虑 自然就献钱啊 你说这多可怕 想断 断不了 想离 离不开 这是四十 所以 如果没有 净土法门 没有代业往生 说个老老实实一句话 末法时期 没有一个人能出三阶 没有一个人能有成就 无论你修学什么法门 你要不离四相 就不能成就 顶多 修一点三阶的 有露佛报而已 除此之外 你还能有什么成就 这幸亏呀 有一个代业往生的法门 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到了极处啊 受方 祝佛如来 祝大菩萨 没有一个 不劝我们 求生寄土 道理 就在实地 祝佛菩萨的运行 都是希望我们早一天 成佛道 早一天脱离轮回 脱离苦海 可是想想去 只有 阿弥陀佛 这个法门 能做得到 祝佛菩萨 跟凡复不一样 凡复有分别 有执着 情界 祝佛 活着 都是圆满智慧 没有一丝毫的私心 统统劝你 到极乐世界去 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的本事 他没有叫我们念他的名号 他叫我们念阿弥陀佛 他叫我们求生寄方净土 我们能够依教奉行 才是释迦牟尼佛的好学生 这个要知道 可是环游有一些众生 感情很重 释迦牟尼佛 是我们的本事 我怎么可以离开他 到极乐世界去呢 不单在家人有执着 还有很多出家人 有这个执着 那我都遇到过的 他们还劝我 不要念阿弥陀佛 不要求生寄火世界 要念南无本事释迦牟尼佛 这个误会就很深 持命念佛 按活道妙 即是行 身不弱 无意念事相 事故能灭重罪 能消终业 佛这么说 菩萨也这么说 古来祖师大德 也这样说 那还会有错误 所以般若的理论懂 方法懂了 我们做不到 那怎么办呢 老师念佛 就成了 老师念佛 就是究竟圆满的金刚般若 将为农居士 这就是一个好榜样 他就是老师念佛 他灵命中时 你看那个瑞相多好 走的时候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告诉大众 精光遍地 佛来接引 他走 他走 反而是这样子 跟大家说明 见到佛来接引 决定完成 那没有错误 所以要晓得 持明念佛 这个法门非常不可思议 不要看到它 它很简单 很容易 它跟最深最不可思议的妙法相应 与金刚般若相应 与大方广佛华言相应 与妙法莲华相应 通通相应 暗和道妙 就本经上说 持明念佛 他就是真的在行 神般若波罗密度 心经上讲的 他真的在做了 他不是在讲 他真的在做 正在修 修什么 修 神般若波罗密度 就这一句佛号 神般若波罗密度 就是前面讲的 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你们想想 它是不是符合这个标准 老实念佛的人 心里就只有一句佛号 其他的什么都没有 不立一切相 这一句佛号 善中至善 没有比这个更善的 他一心持明 就是修一切善 我们在无量寿经 跟主委详细介绍过 整个佛法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 四十九年所说的 释法善是一切诸佛如来 所说无量无边的法门 到最后一归纳总结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是祝佛 所说所正所修 一切法的总纲领 真的是修一切善 所以这个法门 所以这个法门只要一心称念 要紧的是一心称念 你二心称念就不符合了 二心是什么呢 念佛是修一切善 但是没有立一切善 一心就立一切善 所以你要是二心念佛呢 与伯若金刚伯若不相应 一心称念就相应 就是我念佛的时候 身心世界一切都放下 心里只有一个念头 求生极乐世界 求见阿弥陀佛 除此这一念之外 必有二心念 通通放下了 立一切善 修一切善 跟金刚伯若完全相应 所以他真的在干了 真的在修金刚伯若 伯若明 事故能灭重罪 最终的罪业 这一句佛都能把它消得干干净净 任何一个法门 不能跟它相比 所以真正动佛法的人 真正明白佛法的人 真正希望消业障的 这些大德们 他们怎么修呢 就是一个念佛堂 一切的荆州他不念 一切参法他也不要 就是一句阿弥陀佛 消灾灭罪 开会得福 开智慧得福报 一句阿弥陀佛 语言满地成就了 念摄像之空有不足 双照二变 摄像之会从大悲身 以大悲幻幻幻幻六度得无量佛 那么念摄像 前面讲的断坐念摄像 我们念阿弥陀佛是不是念摄像呢 是 念阿弥陀佛就是念摄像 为什么呢 念摄像是空有两边不足 我们念阿弥陀佛 放下身心世界一切万元不足有 这一句阿弥陀佛 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足空 空有两边不足 一心称念 就是念摄像 要不然他怎么能灭罪 双照二变 空有两边都不足 摄像之会从大悲身 我们念佛 念佛的人就是大慈大悲 为什么呢 要自己往生极乐世界 见阿弥陀佛 往生极乐世界 要干什么 见阿弥陀佛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明心见心 为的是得无上菩提 都无上菩提之后 为什么呢 为了广度众生 我自己有智慧 有能力 像佛菩萨一样 应以什么身得度 我们就能献什么身 这度众生 才真的叫自在 所以没有见阿弥陀佛之前 我们想度众生 心有余而立不住 纵然发恳切的愿望 智慧能力做不到 也是枉然 修学齐套法门 要像佛菩萨一样 能够自在现身 贪慧容易 即使遇到真善知识 如法修显 经常跟我们讲 要想振得 法身大肆的地位 至少还要修 两个阿僧七节 才有这个本事 两个阿僧七节 是天文数字 我们觉得时间太长了 还是念佛往生进度好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你看看 《无量寿经》四十八月里面所说的 四十八月是 阿弥陀佛自己宣说的 是净土的根本 净土三经 无非是四十八月详细介绍而已 它的根源就是四十八月 佛在四十八月明白地告诉我们 生到西方极乐世界 这些解释 阿弥陀佛菩萨 阿弥陀佛菩萨 就是《弥陀经》里面讲的 阿弥陀佛志 这是凡语 翻成中国意思 七地以上 所以说我们要以其他的法门 修到七地菩萨 有两个阿僧七节 这不费力了 超过一般菩萨了 两个阿僧七节 我们超过了 一下就超过了 所以有能力分身 社方无量无边的世界 所以众生有感 你就有能力应 感应道教 这才能够普度众生 所以说真实的智慧 是从大悲心身体 我们念佛求生进土 是大慈大悲 那么你们有些人说了 这个念佛功夫不得力 为什么不得力 没有慈悲心 所以你功夫不得力 你要有大慈悲心 你的功夫必定得力 绝定不会退转 绝定不会脾炎 没有慈悲心 念几句佛号就累了 就要休息了 都是没有慈悲心 以大悲广秀六度 得无量福 怎么个修法 等到经文的时候 再跟诸位写书 这个修法都在日常生活当中 释迦牟尼佛为我们所表演的 穿衣吃饭 带人介屋 这些地方都修圆满的六波罗民 静体为三十相 修宗为立一切相 修一切善 修学的纲领 立相观空业 修一切善 修一切善是修佛 修一切善是修佛 佛慧双修 因为佛慧双修 这才能语言成佛道 我们受三皈依的时候 皈依佛 二足尊 那么换句话说 二足尊就是佛 足是满足 圆满的意思 没有丝毫欠缺 二是两种圆满 一个是智慧圆满 一个是佛报圆满 所以修行 佛慧要双修 不能够修慧不修佛 修佛不修慧统统错了 如果说是修佛不修慧 国报决定在六道 不能够处理三界 那个修慧不修佛可以出三界 能证小苦 小沉的木鲁汉辟之佛全叫菩萨 能证苦 证了苦怎么样呢 没有佛报 经常有比喻 修慧不修佛 罗汉脱空泊 国罗汉到外面去脱泊 没有人供养的 没有福报吧 诸位想想看 没有福报 不能够众生 虽然你有智慧 但是人家跟人家没有缘分 不跟人家发缘 没有缘 脱步都脱不到 都不供养 你还能够跟人说法 谁听你的 没人听你的 那么由此可知 你称佛的目的 想普度众生 那你不修佛 你怎么能度众生 所以修佛的人 一定要懂得 父慧双修 父慧双修当中 众与父慧 你得知道这个道理 你才晓得 离一切项是重 是地重要 修一切善是辅助 也非常重要 立相从哪里立呢 就是在修一切善里头立 那不修一切善 那你立什么 你也没得理了 所以一定要懂得 立相修善 这个才是 父慧双修 这才叫真忏悔 修佛 最忌讳的 是修佛不修慧 佛门这样的弟子很多 希望修佛 喜欢福 喜欢福报 喜欢享福 不要智慧 吃福啊 这个佛报到哪里去想呢 你要知道 因为他愚痴 愚痴便出生 出生到里面去想了 所以佛在经上说 修福不修慧 大象挂阴落 吃福嘛 他到出生道就投胎 投了个大象 那个象是什么呢 那象是过往做齐的 过往从前出门没有汽车 从前都是马 都是象 过往成的那个象 那都是金银流利 切薄挂得满身 那叫做佛报 他就想那个福去了 现在过往出门不齐象了 坐车了 但是现在享福的出生很多 我们看到外国的宠物 你要修福不修慧 来生都被那些外国人当宠物去了 很重要 很重要 一定要懂得佛慧双修 慧众与福 这就对了 这样子 真忏悔 能灭重罪定业 那么大臣许多经论上说 定业不能转 实际上那是佛的方便语 不是真实语 是佛为我们提出严重的警告 不要造重罪 是劝勉我们这个意思 是劝勉我们这个意思 实际上呢 定业也能转 不过很难 转定业一定要见信才能转 不能见信的不能转 修定 转不了定业 像过罗汉 毗智佛 全教菩萨都转不了定业 一定要正得法身大肆的国位 就行了 就能转 那么由此可知 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一生到极乐世界 七地菩萨 八地菩萨 就是这样的国位了 诗问问 定业转了没有 转了 所以这个念佛法门 无比的殊胜 内外张员呢 一起小敬 若能于本经 身解义去 信心不逆 尽能受持 为人解说 这个四句话是在讲 把金刚经的精华设计了 也是这一部经里面 最重要的经文 所以经要深结 结起了 不起作用 要深结 深深地去理解它 才知道我们在生活当中 齐心动念 待人借无 应当怎样做 才是金刚不如 才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不深结 因此这个经呢 也实在讲 是要细讲 粗之大业这样讲下来的时候 起不了什么作用 要深结 信心不逆 信心不逆 不逆时 决定不违背 这一句话非常重要 这个信心不逆 实在讲的时候 一定要这样做法 非这样做法不可 这样的信心才叫做不逆 静能受持 金刚经常常讲的 受持四聚集 四聚集是少分的 静能受持 全静 为人解说 自己 这个静能受持 是自己行 自行 为人解说是化他 自行化他 即为何的如来四一 那么这个人 就是佛的传法弟子 继续佛度众生的大意 这是如来的传人 成就罪上第一 稀有之法 这些都是本经典经文 到后面我们会细讲 乃至灭罪僧福 当得五上菩提 这个无疑是世尊 在本经上为我们受计 固然我们能够做到 前面这个四聚 就是如来为我们受计的弟子了 不是普通弟子了 第一个 神结一群 第二 信心不逆 第三 静能受持 第四 为人解说 只要这四句你真做到了 你就是如来的传人 你就是如来受计的弟子 这是真正西话 修行法门无量 而唯一宗旨除章而已 这是真正的 一切法门没有别的 除二章而已 或者是讲三章 二章是讲烦恼章 所知章 三章是讲惑章 业章 暴章 这个底下呢 我们讲三章 章有三 常常回想记上 怨消三章 诸烦恼 这个三章 就是这三种 第一个是迷惑 见死烦恼时 除 则薄弱得 那么这个迷惑 除掉了 薄弱智慧 就先请 第二呢 业障 一切罪业式 罪业式造作 就像地藏菩萨在《本元经》上所说的 严妇提众生 严妇提众生 指我们这个地球啊 七心动念 不无不识罪 当然 这是指的大多数的种子 极少数以外 为什么说 七心动念都是罪业 自私自利 有什么不好呢 为什么是罪呢 正常我知 正常我见 这就是罪 我见 我知正常啊 就不能出三界 不能脱轮回呀 那不是罪 是什么啊 这个一定要知道 除业障啊 正解脱的 那就得大自在了 第三呢 暴政 暴是六道里面的苦暴 在六道里面 学生 寿生 这是六道的苦暴 六道没有不苦啊 佛为我们讲 三苦八苦 三苦里面 不仅是欲戒 欲戒苦苦 八中苦居足 色戒有坏苦 无色戒有行苦 三界痛苦啊 三界里面 没有暴落 法化经比喻 的三界火着 三界里面 哪有落啊 你感觉到有一点落寿啊 是被夏 欲戒时停一下而已 我们要求 不要以为你现在很有福报 觉得做人不错 很快乐 其实你迷惑点倒 为什么呢 你一餐饭不吃的时候 磨得很苦啊 你就没想到吗 苦是真的 三餐饭是要啊 治你那个饥饿之苦啊 你有什么磨啊 没磨可受啊 所以人活在罢苦之中 这是真的 绝对不是假的 除这发生的 这个报章要是离开了 你就真的发生 将诸举破过灭罪 成就如来 为本经之大用 江伟农师说 在《金刚经》《讲义》里面呢 他是以这个三个是本经的得用 这个经的用途呢 能帮助我们能帮助人破磨枝 能帮助我们灭罪 消灾灭罪 能帮助我们成就五上菩提 成就如来 成就如来 就是成就五上菩提 这个经的好处 利益 太大太大了 这是我们应当要想的 小的有这么多的好处了 这才肯用心来学习 希望经上所讲的好处 我们现前都能得到 这个我们学金刚的薄弱 那才叫真的没有白熟 学了马上就有用处 改善我们的生活 改善我们的体质 现在很流行的时髦语 改善体质 这个经真有这个作用 使我们这一生过得非常幸福 非常美满 充满了智慧 而不是生活在烦恼之中 六祖大师说得很好啊 弟子心中长生智慧 我们想他就不错了 凡夫说弟子心中长生烦恼 我遇到很多人来跟我讲 我长生烦恼啊 他不生智慧 他长生烦恼 那就是余般若相反的 就长生烦恼 余般若相应的 长生智慧 生活在圆满智慧当中 那真正是幸福快乐 好 我今天就讲到此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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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